上午的10点50分 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养生 这边为大家请来的中医师 蔡子民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的 蔡医师早上好 哈喽蔡医师 早上 蔡医师呢 现在呢我们都说呢 其实最近我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了 就是这个肝骨群痛 有些个肩膀啊 腰胃啊 好难公交网络啦 也好可以取罚啦 也好玩踢黑啦 踢黑啦等等啦 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想香港人呢 很喜欢就是 第一时间要去做做什么退纳按摩 抹茶区嘛 最中医的 但是呢 这个退纳按摩来说呢 是否随时都可以适应呢 它带给我们的是 怎样一种概念呢 如果真的痛得很厉害的话呢 适不适合去做呢 今天让你给我们提醒一下 蔡医师 是 那么其实这个推纳按摩呢 香港也是非常的那个流行 是吧 对 但我们我们说的是那种正当的那种推纳 那么那种香港人叫斜骨的那种 我们就不谈了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这个哈哈死有个第五牛了 对 那么这种推纳 推纳 如果我们去 就是说我们按脚或者推纳 一般来说他们会有一个时间限制 就说 这位客户可能是做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半个小时 就这么一个时间的分别 那么其实呢 我们中医啊 中医的推纳和我们就经常去推纳按摩的那种推纳呢 有一个根本性的那种分别 因为我们中医做推纳的时候呢 我们始终要记住我们的那个目的是制定 治疗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并非时间越长越好 我们那个手法 我们推纳的时候 如果我们中医啊 我们比如说他膝盖痛 或者说他腰痛 我们可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我把他的腰松下来 把他那个筋拨好 就已经够了 哎 达到治疗的效果 腰没那么疼 就已经够了 但是呢 我们说 平常我们去 风干那种 时间也并非越长越好 我们要看嘛 自己第二天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我们来判断 这个推纳按摩 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看第二天 肯定按 刚刚头一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刚刚按完的时候 肯定是舒服的 可能按着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肯定是舒服的 但是第二天呢 有些人在按了以后啊 好像会更肿 对 对 会更痛的 有些地方会更痛的 我以为是按完之后 它要是排解嘛 所以我就觉得第二天痛 可能就是因为 它在舒缓的过程当中 那究竟痛有效 还是不痛有效呢 其实两种都可以有效 都可以有效 要看那个病种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有些人呢 它那个病种啊 它根本是那个筋 有点水肿了 那个地方有点水肿 可能有点淤血 是堵在那里了 那我们按完以后 把那些筋络 疏通了以后 那么肯定是 有一些东西 它会透发出来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如果觉得 肌肉有点酸疼 那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要看呢 它会不会很快回来 很快回来 就是说可能第三第四天 也许第五天 突然之间 怎么又硬起来了 就那个筋骨 觉得还是很硬 那么那个时候啊 我们知道 我们那个推拿的 那种手法 有点问题 可能呢 有点按伤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有些时候我们按摩啊 如果说这个 这个问题啊 很快回来 而且用的力度太大 过大的话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 他觉得自己受力 需要那个济湿啊 可能都按啊 那个力度再大一点 很容易造成暗伤了 这种状况 我们这个时候啊 就要留意 自己会不会 后来过几天的以后 这个肌肉啊 反而变硬了 那么这个就有问题 这个就有问题 那我们 嗯是 那么我们这个中医来说呢 我们怎么样体现到 这样一个平衡 怎么能够做到 这样一个 就是说 病人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而达到治病这个效果 因为为什么我们中医呢 始终啊 在手法当中 我们也有 这样一个平衡的原则 好 你看我们平常说 推拿 推拿 对不对 其实这个推和拿呢 它是两种手法 嗯 你看我们推 是不是往前 用手指 可能用手肘去按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拿法 我们就是用手捏起来 把它拿起来 那种手法 嗯 你看那种是往前推 一种是往后拿 对不对 那么它是不是两种方向啊 那么我们在手法当中 一般说 两种手法都会用到 那么这个时候 就体现到一个平衡了 好 所以中医的那个推拿和 一般我们在平常的推拿 就有这样一个分别 嗯 那我们大概多长时间 做一次的推拿 嗯 或许是按摩 是比较适合的呢 我可以天天去做吗 嗯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啊 这个我们中医的 治疗性的推拿 那么肯定是有问题 那么医师觉得 推拿对你有作用 那是肯定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说 我们只是去保健 或者说不是找中医 找一般的那个 按摩的技师的话 嗯 我建议啊 可能也不能说 太太过于平靡 嗯 就是说可能 这一两个星期 最多一两个星期一次 因为呢 我们做完一次 一次那个推拿 按摩以后呢 其实我们的身体啊 也需要时间去调整 嗯 也需要时间去恢复 你刚刚被人打了一身 身体也要恢复 对不对 对 我们很多人使劲 按了以后 哎 肌肉把它拨开 拨松了 它也需要时间修复 嗯 所以不能够过于平靡 一两个星期一次 就已经是最多了 嗯 一两个星期一次 OK 一两个星期一次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有些人他可能按摩 或者说 有些不一样的那些技师 可能会有一些 复位的手法 尤其是颈部 嗯 或者说 有些人他可能 平常的时候啊 嗯 我们广东人嘛 哦 他自己又拍了 手颈的时候 都会拍了手颈 哎呦 好颈啊 那种 拉拉声 对不对 那么 那个到底好不好 其实那个也是不好 哦 那个呢 是走起 我们的拍手 脊 这样 我们这个颈椎 颈椎 它就不一样了 我们拍手 脊 手指 它响 其实就是一种空气 从我们的关节孔当中 压迫出来 就是空气出来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颈部 老是出这种声响的话 其实代表我们某些筋键呢 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那么你反复的 把这些筋键 反复的扭动 可能在一个不好的一个幅度的话 慢慢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个椎体的紊乱 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说 如果你习惯了这样的话 那么最好还是 借掉这样一个习惯 会比较好 哇 借掉这样一个习惯 是 一定的危险性 长期以来 那个对我们的颈椎不好 他有时候按摩师 他会建议你的 是不是帮你落下条颗啊 那条颗好 好港哦 那我通常是拒绝的 因为我是有点害怕 害怕颈椎被 对啊 我怕他一扭 或许我 我配合的不好的话 对啊 就怕出事是吧 对我就 所以我是有点担心的 但因为我说 我们是在外国 是不是在泰国按 他就 扭腰 对啊 扭腰什么的 快再帮你拍个哦 有种想法 比如说 泰式按摩 对 他是很快 绑跟那边拉 就拍一下 那种 对啊 可以给你放松 放松 塞一下 塞一下 我再放松 我都给你摸 都放松 是不是也挺危险的 腰部也是挺危险的 是吧 其实如果不是说 刚刚外伤 或者说 有一些急性的扭伤的话 一般腰部啊 背部是比较安全 但是如果自己 就不熟的 那些技师 其实还是要小心 尤其是颈部 更要小心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我们不要去按摩 推拿的 我们中医师 自己也会留意的 比如说 有些心肺疾病 也就是说 可能他动得多 心跳也会很快的 那么这种人 其实本来 那个心肺啊 可能有点问题 应该要避免 推拿按摩 还有一个状况呢 就是说 女性的月经期 或者说怀孕的一些妇女 或者说 不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怀孕的 这种比较避免 好的 非常感谢 蔡子民医师的提醒 所以大家 在推拿按摩的时候 要留意了 好 谢谢你 蔡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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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